逗逗长到哪儿,让你不再担心,但别人的脸上这虽然是个脑筋急转嘛,但也充分说明了脸上长到给人们带来的烦恼,不论男女,只要脸上长到,就会失去很大的自信。 生活中,很多人都经历过痘痘的烦恼,特别是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,青春痘,业家粉刺,医学术语,挫疮,属于毛囊皮肌线单位下的一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,有些严重者可能会出现感染,在脸上留下深浅不一的斑痕,确实是影响容颜的大杀手,身边也总有人,特别是女性朋友, 每次在吃到辣椒的时候,都会说,我不敢吃,不能吃,吃了脸上会长痘,真的是吃辣椒的缘故吗? 我有点疑惑,怎么会呢?照你这么说,四川,众情人天天吃辣,那该有多少长痘的人,而且我也是一个喜欢吃辣的人,可从来没起过痘痘,那是不是有点冤枉? 辣椒的节奏,下面来看看,长痘的原理,是因为皮质分泌过多,毛孔堵塞,排线物堆积,也就是说有干东西堵住了毛孔正常的呼吸,角质代谢缓慢,长此以往,毛孔堵塞,就会长出痘痘,真正引起痘痘的食物及成分,话不多说,来说是我们最为关心的,那哪些食物和成分会导致皮质线分泌过多? 也就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谁呢?是辣椒吗?还是另有食物存在?辣椒中有辣椒素,具有活血的作用,瘦身的作用,那就是说,辣椒可以促进已经长出,的痘痘更快的成熟,但它并不是真正引起痘痘的食物。 再说了,到现在为止,也没有明确的临床证据,说明辣椒会直接导致痘痘,而且辣椒可以出示排毒,而且还富含维生素C,对人体是有好处的。 其实,真正引起痘痘的罪魁祸首是高糖、耐质品、高盐、量氨酸,研究已证实,含糖成分会导致痘痘,这是因为糖类食物会破坏急速平衡,特别是会引起血液中胰岛素含量上升,游离的胰岛素因子含量升高,就会皮质线分泌过多,进而堵侧毛孔。 长出痘痘,奶质品也会导致痘痘,临床也有证实,这是因为牛奶中的烙蛋白会是一岛素生长因子,免受消化蜜的破坏,简洁促进皮质线分泌,这也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脸上长痘痘的人。 这段期间,最好不要喝奶的原因,高盐的摄入,可引起血涨,然后又压迫毛孔臂,引起皮质线开口阻塞,从而造成排泄物,脏东西排不出去,就会涨到。 除此之外,还有像牛肉中的烙氨酸,也会引起身体里很多发炎叶子,也是以引起长痘的成分,所以说,引起长痘的真正食物,食物成分并非是辣椒,只是,脸上已经长痘了,人们就会建议你,不要再猛吃辣椒。 当然了,辣椒是多了,也容易刺激伤害肠外,好了,知道了长痘痘的原理,和引起长痘痘的食物及食物成分之后,我们来看看如何防治,给大家介绍几个外茶方药,花钱不多,下果挺好。 一,白纸水冰片叶,白纸,高本,当归,沙纳,冰片克斯克,竹冰片,其余共盐粗粉,至150毫升65%的酒精中,封闭浸泡一周,每天震荡几次,加速有效成分的减出,耀眼成棕红色,过滤至青,气渣,另将冰片盐细粉,加入绿叶中,充分搅拌溶解, 然后添加65%的酒精至200毫升,即可,用年间占本品,涂换处,一日输刺,涂透一小时,再洗去,二,和手乌浆汁,和手乌墨,将这两微调膏,腹勃可以加酒或润润汁,三,维生素疗法,用维生素B6真液涂茶换处,每日三到四次,预后不留痕迹,效果颇佳, 四,白腹紫白面浆,白腹紫三十克盐细末,每取一克,和白面两克,用水调成浆,万间板腹涂茶面部,干后再涂蜂蜜一次,刺沉洗去,坚持用 五,黑鲜牛疗法,黑鲜牛三十克,肥干,盐细末,用七十克面汁条,每日用汁涂茶面部若干便,随后洗去 六,香油使菌子,香油,使菌子饰料,使菌子只可举人,放入铁锅小火,炒至没有香味,凉凉,放入香油内浸泡一到两天,每晚睡前吃人三个,七天一个疗成 另外,生活,饮食需注意,一痘痘,切记用手挤压局部,经常用温水飞灶洗滴面颊,后再清水中滴几滴醇干油,洗滴面颊,保持脾质性通常 二,尽量少吃油腻后备食品,比如,油炸食品,甜点,糕点,牛羊肉等,清淡少,盐,起痘痘期间少喝或不喝奶制品 三,多吃新鲜蔬果,饮食,起菊规律,还可以经常泡喝菊花,金银花,玫瑰茄,麦冬,圣地淡茶饮,营养师提醒,一伤芳疗 最好在中医师指导下进行 几分钟